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联首向恶势力宣战 在相知相识中逐渐解开以往的误会 最终携手维护人间正道 共同守护天下苍生的曲折故事 三 亲爱的热爱的 主要讲述了一个翻唱圈的女神 大大童年跨圈追一个三次元男神韩商言 不曾想到她竟然是电竞圈的传奇 而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四 女心理师 一 女心理师赫顿的成长经历为主线 在她和丈夫 情人与心理权威之间 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中 穿插了若干来访者的精彩故事 深入探索了当代人的心理混货 及救赎突围之路 五 天机之白蛇传说 钥匙公公尚许轩和师妹 冷凝行医救人 在桃花节和白妖妖邪后 历经波折两人终成眷属 但白妖妖为救许轩盗取仙草 触犯天条 后续的故事随之展开 下期想看什么 留言告诉我吧 02 肖战蝉联泰国最佳演员 顾未惊喜现身热门泰剧 肖战凭借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中 饰演的顾未再次获得 泰国Web Awards最佳演员荣誉 这是肖战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 此前肖战凭借电视剧《斗罗大陆》中饰演的唐三 亦获当年泰国Web Awards最佳演员奖项 当时电视剧《斗罗大陆》在泰国开播盛况空前 连泰国发行量最大主流纸媒《泰国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开播盛况 文中介绍到泰国最受欢迎男明星肖战的最新作品《斗罗大陆》首播 全国收视2.0,曼谷2.9,位居第一 需要注意的是《斗罗大陆》的播出是在早间档,开播首日的早间档收视率就立压前一年全年华语剧的最高晚间档收视率1.139 整部剧播放完结后,《斗罗大陆》的平均美籍收视率为1.460,刷新了泰国华语剧收视记录 早在余生请多指教定档之时,就急着肖战的全球影响力把热度席卷到了海外 定档消息第一时间冲上了世界趋势全球热搜榜16位,以及多个海外趋势的高位,泰国、新加坡、孟加拉国更是冲上了趋势榜首 余生请多指教在国内开播的同时,已经在海外多国同步上线,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聚集在国内完结后很快又在韩国电视台ChainTV开播 文化输出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确实有这个实力 众所周知,肖战在全世界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剧粉 每一次他在公开场合出现,都会由于大量海外粉丝的搜索和讨论 而被顶上全球以及世界各地的趋势高位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在海外发展过的纯本土明星来说 这种海外影响力可谓是现象级 有意思的是,在一部新的热门泰剧中 观众惊喜发现剧中人物也在看顾一生 肖战的三部新作品 仙侠剧《玉骨遥》、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都市剧《焦阳伴我》 不出意外也将在海外再度掀起 肖战剧热潮、助力文化输出 让国内优秀电视剧作品红到世界各地 03 演员春夏再起风波,李献却成为冤大头 至少三部作品恐将石沉大海 前不久,由梁朝伟和和郭富城领衔主演的港片《风再起》时 公开了提荡置元宵节的消息,并发布海报 重新编辑了主演名单 不少观众发现演员春夏的名字被删除了 无独有偶,在兔年春晚的原始版名单中 一开始也有春夏的名字 甚至还出现在了彩排现场 最后正是演出时,却没有它的身影 通过对这两件事的追根溯源 网友发现很有可能是春夏本人在疫情期间 发表了不当言论所造成的的后果 毕竟,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此之前很多艺人都因为不当言论而名落孙山 其实,春夏作为演员还是可圈可点的 在其首部电影作品《踏雪寻梅》中 她饰演长尽酸甜苦辣的底层女孩王家梅 凭借大胆经验的演出获得了金像奖影后 可谓是出道级巅峰 而未来,春夏更是有六部带播作品 其中三部都是合理线搭档 所以说,如果春夏有什么三长两短 李线肯定是损失最大的那个 人生若如初见 本剧由李线、春夏、魏大勋、周游领衔主演 讲述了晚清庚子国变后 青年们走向了不同人生抉择之路的故事 这部剧可以说是李线从偶像派转型实力派的重要作品 制作班底强大 历史底蕴深厚 李线还为了这部剧专门去学习日语 原本2022年就已经定档开播了 却因为一些网友的指责而被迫撤荡 如今女主春夏又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该剧真是命运多舛啊 三个字 本片由楼叶指导 易阳千玺、李线、春夏、章鱼等连妹主演 通过《大光歌回忆》里的故事 讲述了一群年轻人跟命运交织搏斗的顽强生命力 要珍惜当下 怀抱对生活美好的信仰 楼叶作为国内一位个人风格化极强的导演 其作品颇受好评 从本片的阵容来看吧 汇集了相当多的青年实力派演员 肯定是一部野心勃勃之作 本来楼叶的作品过审就不容易 这次看来是更难了 无相有情人 这部剧目前只是立项 还没有开拍 如果开拍 那李线和春夏就是四大了 活见久 除了情侣身份 我还没见过和做过这么多次的演员 之前两人有部参加过海南电影节的作品 《练曲1980》 已经积压两年没播了 带上这部 他们两个搭档拍了四部作品 却没一个上映的 公司还敢这么捆绑 真是让粉丝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 李线这几年发展的势头很好 在民国奇幻剧和神中扮演 高智商金门小和神 郭德佑 对江湖氛围和落地质感的 拿捏油刃有余 和洋子合作的电竞题材 亲爱的 热爱的 同样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其主演的首部电影 古董局中局票房也相当不错 2023年李线和刘亦菲主演的田园治愈剧 《去有风的地方》开播就好评如潮 不仅收视长红 更是有着8.3的高分 可谓是开年第一部爆款 由此可以看出 李线和其他女星搭档的作品几乎都火了 和春夏搭档的却都是半死不活 所以有不少网友都表示 希望无相有情人是两人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同时 也希望春夏能风平浪静地度过这次舆论风波 让观众能够看到他精彩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